大家好我是 今天我要来介绍 一个小故事 它叫做生殖鬼祭 今天Top警局过庆生会 由金长负责切蛋糕 他在考虑要怎么切 他才能分到最大块的 那个蛋糕 金长这个人骗了我的布 我没有是你自己答应的 怎么了 我可不可以拿 这条100公分的绳子 在你的布上围出一个形状 然后用1000块购买这条布 这条绳子所分割出来的部分 什么用1000块 买100公分的绳子围成的部分 转到了转到了 我的布宽150公分 每一码约90公分 最贵也只要几百块 而他的身只有100公分 再怎么围也围不出 比一码布更大的面积 可是他居然要用1000块来买 大傻瓜 好啊 分个出来的部分就给你啊 这么大卷布 好酷 你要围成 15乘以35的正方形吗 这样面积等于525公分 我再试一下 如果围成正方形25乘以25公分 面积是625公分 比刚才大多少呢 比刚才还要多100平方公分 是吗 我再试一下 如果围成100公分的圆形 那面积大约是794平方公分 这已经是最大的了 布还有更大的 我要的是这个圆形以外的部分 那也就是这条圣子所分割出来的部分哦 什么呢 几乎是整卷布耶 他居然用1000块抢了我十几码的布 价值几万块呢 好我们看一下他买了多少平方公分的布哦 首先 他只有说宽耶 所以 他没有说他的长耶 所以我们看来没办法算出来 再看一次 嗯 嗯 对啊 那我们下一张 要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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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拿一条布换一条绳子 浩博士你是不是神经接触了 真的吗 你要不要跟着下面的步骤想一想 我是不是真的会吃亏呢 才不要 数学只会让我的脑筋打结 哎 你就是不思考脑袋才会长满蜘蛛网啊 假设后博士的布是100cm的正方形 面积是1万平方公分 请问骗子要拿多少来换这条布 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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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周长是四百的那个绳子 那我们看这里 这里他就要拿绳子长两千零二的来耶 哇 最后还可以 变成无限长 他就没有绳 他就不可能有那么长的绳子啦 哈哈 多亏数学师神给我灵感 我知道怎么分蛋糕了 我有不想的预告 我用绳子来分割出来自己的部分 啊 不好意思 我的绳子刚好把整个蛋糕围起来了 怎么这样 竟然拿这么一大个绳圈 哦 金长 一定算好蛋糕的周长了 这种之后他的数学就突然变好了 哇 数学真是好吃 我是说好用啦 那数学之神怎么没有惩罚他 数学之神可能就被他气晕了吧 好 那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见 记得 按个喜欢 或者是分享或订阅或留言 然后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突破一个喜欢 那我们再继续做下一集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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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